一人是有苏东和我王涛为各位送上今天比赛的解说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期待双方能够在今天的舞台上为我们献上一场经典对决 今天主场作战他们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 因为他们上一场的小组节目战结果就并不理想 球又回来了 他的盘带技术不错继续带球前进 球打在对手身上弹出了底线 角球 球传到了禁区里 球直接传给了门将 直接过这球有了 球进了 开场不久 他们就先把头筹 在这样早的阶段取得一球领先 能够让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更好的知情教练的战术意图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面对机会他们更是没有脚软 直接起脚 一脚力量十足地打门 破门成功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0 这球可以考虑继续从边路往前 刚才还觉得他们的进攻很有机会 但比赛场上真是变化万千 形势瞬息万变 这次抢断非常的关键 让对手之前的进攻组织全都白搭了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距直入吗 手面碰到了球 危机还没解除 他们将球及时地解围 警报终于解除了 这球本身递定了 手面完成了他的任务 一个非常不救 挡住了射门 不得不说 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小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边路比中路人少啊 因此发挥空间也比较大 把球送进了进区 刚刚这球很有威胁 不过防守队员抢先把这个球破坏掉了 这球还没有结束 这个产球没做好啊 搞不好这样拿黄牌 台判很果断地给了张黄牌啊 你看风轨队员自己也接受了判法 对啊 吴海燕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对方防守队员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直接打门 预判很准 挡在了射门线路上 他在边路有机会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这次进攻还没完 哎 这球还是进了 这门将这第一下铺就已经很精彩了 这补射无能为力啊 我们能看到门将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杀到了对方半场 降断成功 现在球在他们脚下 往双 他还在继续盘带 同时也在观察队友的走位 中路队友接到了这个横传球 但是对方也贴了上来 五射球进 门将尽力了 显然他的队友啊 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啊 这个球仿佛倒出了门将的无奈啊 有时候你做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扑就 但球最终却还是进了 而你对此却又无能为力 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比0 看看楼家会的处理 这个横传直接将球打到进区 算是成功的解围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这是个手抛球 对手没拿住球 楼家会 楼家会 传到了禁区里 他这次是舍身堵枪呀 但是没有完全结尾 漂亮的凌空打门 这样的进球 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啊 这个进球 源自于他们送出的这脚 落点极佳的传重 而对方的门将 这一次却让出了自己进门柱的位置 让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球门 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叉呀 掐灭了对手的攻势 拿回了球权 看看楼家会的处理 门将成功化解了这脚远射 这是来人协助了 看看张瑞的处理 机会来了 门将冲出来把球抱住了 他这种向前的能力啊 确实是球队所需要的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球进了 帽子西法完成 他可以在赛后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他做出了无比精彩的扑球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球最终还是进了 这就是足球 比赛已经被改写成了无比零 压迫对手取得效果了 这门了 又是一个进球 对方的防线完全被他们打成了筛子 这脚打门 力量大速度快 门将很难做出反应 分差太大了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不是一分钟 这脚穿球直接穿动了防线 门将的预判非常准确 拦截了这个穿越球 咱们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下半场比赛的争夺现在开始 好的 球没有出界 队友应该能拿到这个球 进球很漂亮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比赛被改写成了6比1 王珊珊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 我相信他肯定不会选择射这一脚了 射门是可以的 偏成这样那不行 王珊珊 这次上下来得很凶 脚下球被断了 漂亮的只贼 没进啊 门将站出来划牵为夷啊 精彩的防守成功的抢断 大脚转移到了另一侧 空间很大 机会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防守 太棒了 他没有抓住这次绝佳的机会 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发挥的更好一些吧 否则赛后他会成为球迷口出笔罚的对象 王珊珊 机会出现了 进攻球员错失了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看台上的观众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点球 他们对裁判员的判罚非常不满 唐嘉丽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又一个 他们今天彻底打风了 这进球完全停不下来啊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飞往握 向他那 这球都传到姥姥家去咯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25分钟 现在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幸亏有他及时出现了 完成了抢断 很好的机会啊 可惜越位了 要准备换一楼 向他那 什么 这球对门将无法构成威胁 他轻松地把球抱住了 精准预判 前场抢断 好机会 你看这个球进了进了进了 再来欣赏一下进球过程 理论上门将应该完全守住进脚 但他就是找到了机会把球打进了球门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王珊珊 单挑门将啊 又进了一次完美的表演 成功上演帽子戏法 这帽子戏法先生脸上的笑容啊都已经溢出屏幕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肯定会在日历上把今天单独给圈出来 这确实是值得他铭记的日子 成功上演了帽子戏法 哎 球被他们拦了下来 这个球啊 看看会怎么处理 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球被防守队员给断了 再办明照了 接外球 他在边路找到了空间 距离很近了 门将的精彩表演 这次抢断啊 充分体现了他的防守意识 让开张瑞的处理 光有力量没有准处怎么行呢 这个守门能力还有待提高啊 就是 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 派上替补队员 过顶挑船 接下来就看王双的了 从他的表现来看 进两个球似乎毫不费力啊 来看看进队的过程 也叫漂亮的过顶球传到了危险区域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身边就是有队友来支援了 请求到进区 这个结尾不是很彻底 危机还没有解除 扑得漂亮啊 这球越位了 但是完全不影响啊 这个扑就的精彩啊 中场哨声响起